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围绕着薄熙来这件事情所诱发出来的 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势力集团的这种 出于自我保护的这种氛围之下 它会倾其全力来 今天不是国际社会 把相应它能动的和不能动的力量全都能够融进去 尽它最大的可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一个开明的社会 相对开明的社会 它能直接面对人的人性当中弱的一面 恶的一面 然后找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方式来遏制个人这一面 从而形成了在社会当中的比如说司法的独立 新闻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人的权力的至高无上 这样相应我们看到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这种说法 它实际是在为了保证社会人人平等 它形成了一种客观的一种规矩来遏制人恶性的一面 所以不是说它一定能够把人恶性的一面给全都治好了 能够治好人恶性的一面 是人性的 真实的 对生命的理解的那一面 是佛性的一面 才能战胜恶性的一面 但是仅仅从善良的这个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应该是这么个正常的肩价结构 恶制人恶的一面 但是独裁的体制不是 共产党恰恰是最大限度的放纵了人恶性的一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相信看到的真实的那个概念 可能说的相对 我个人认为比较准确 网上有条消息 我觉得极具嘲讽性质 今天刚刚发生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揭露中共官场腐败报道获得了美国的新闻奖 美国的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 在有关中共高官腐败报道当中 赢得了年度的乔治皮尔卡新闻奖 文章提到说 实际是由纽约长岛大学所颁发的乔治 叫做波尔卡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很著名的奖项 他侧重于这种调查性的报道 所以这里就提到说 彭博通讯社和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为 获得了2012年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的外国报道奖 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极具嘲访性 在我的眼睛里是江泽民曾庆红集团玩了一个花活 对吧 玩了一个花活 诚心把这个习近平跟温家宝玩进去 然后你们在权力的斗争当中不能战争人性的一面 非要保住共产党的一面 造成了党内的权力斗争 而你们非常清楚的这是共产党体制造成的 而你又不去想碰击那些 因为有些利益在其中 然后人家明明是底下搁几个穿好的 指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穿好的文章 出来之后扭过脸来人家还获得美国的新闻奖 等于就给江泽民曾庆红的这一派别人写了个注就 人家这篇报道是对的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我没说他报道对 没说他报道对 我说的非常清楚一点 江泽民的儿子弄多少钱 江泽民贪多少 曾庆红儿子弄多少钱 张大为怎么不看看 他这既然从公众的角度 他为什么可以参与到在中共党内斗争最激烈时干这事呢 对吧 纽约时报是在十八大零开之前干这把活 弄得这个文家宝顾头不顾尾 那你其实道理都挺简单 这就是我说的干净 到时候人死了连个灰都不是 哗啦啥都没有 你说到底为啥呢 这就是我们想一再提到的 我觉得有意思就在这 而这一切却是从薄熙来事件引发出来 你想给他切割还保住共产党 就是睁眼瞎 就是我就说啊 人就是糊涂 没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挺明白 一上那个位置的时候就糊涂 给我的感觉是这么个感觉 而整体社会的败落呢 又表现出另外一个层面 网上有条消息刚刚出来这么说的 法广有篇报道实际是来自于国内的消息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的总信任度呢 跌破了60分底线 那文章上来介绍说 有不到50%的人认为 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但是只有20%到30%的人呢 信任陌生人 他据说呢 这是中青报 引述了叫做中国社科院的一个 叫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年到2013年的一个报告 那文章讲说 整个蓝皮书呢 是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 1900多名市民进行的调查 结果显示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超过了70%的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而行业和部门来看 人们对商业和信任的程度越来越低 他提到说 作为人们固化的一种不信任 官与民之间 警察与老百姓之间 医生与患者之间 那普通老百姓与商业人之间 这年代 不骗人 你能挣着钱 不骗人 你能保护自己 不骗人 你能试图上得到发展 就跟梁振英似的 梁振英说 上期中央下期百姓 那是共产党的品质 你不用抱怨 今天党内的体制 在中南海干活的人 他能不上欺骗 下懵骗吗 他不去上欺骗和下懵骗 今天他到不了这位置 但同时他们是这个体制的 这个氛围的受害者 他提到2009年的毒奶粉事件 是把食品企业的诚信推向了极致 其实应该是2008年了 跟奥运会是同一年 2009年是被党揭持出来的 你想想 在报道当中 他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和时间都可以推迟了 但而那件事情不能使普通的老百姓 大家去反思意识到这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在此之前是大国崛起的百年奥运 树立威望 而百年奥运的演员们 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美 包括整体的欺骗 所以以百年奥运要保住他的声誉 卖掉了食品行业 事隔一个月之后 被新西兰的总理以外交召会的方式 要求中华人党的政府给新西兰以答复 三鹿奶粉到底怎么回事 当年的9月1号CCAV推出了中国品牌 第一个就是三鹿奶粉 那是企业欺骗吗 你中央电视台不被你中宣部控制的吗 他承担什么罪过了 承担什么责任了 怎么叫食品行业丧失的心意呢 整个就这么个玩的 你蒙魔我骗你 对不对 广西警车撞倒女童 然后再碾压 引起了上千人的围堵 2月16号中午 广西玉林 一个警车撞倒一个八岁女孩 警车犹豫烧停之后 又朝前开 再次碾动了小女孩 企图逃跑的肇事警察和警车 被超过千人的民众围堵 过百名防暴警察的阵容也没有下退人群 围观民众对偏袒肇事警察的警方阵阵叫骂 那一位接受这个大决记者采访的姓杨的知情人说 杨美镇派出所的一个警车突然从手拉手逛街的父女身后冲过来 将父亲手中的小女孩卷走 那当时这个八岁小女孩呢 在车轮下面 车子停下来 但是竟然开车的警察呢 没下车 想了想了 竟然接着又把车挂上挡 又往前走 所以把小女孩等于前后 撵了两下 那而且撵完之后 警车就要走 那周围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就把警车围了 然后派出所来了 来人了 防暴警察也来了 因为大家伙围在一块了 竟然把肇事的司机和肇事的警察给保护起来 就是这么点事 那据说这小孩呢 命大脱离危险了 然后老百姓才散掉 电话打进这个派出所呢 杨美镇的派出所呢 接电话的这个警察说没这事 然后这个记者说 你当地的新闻报道已经报道出这件事情 结果另外一个警察接过电话来说没这事 你不都成畜生啊 你不就想把这件事情掩盖吗 而掩盖的是什么呢 是你带着国会的警察把孩子晾 小月月的事情 引发出这么多人的这种触动 但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 这不就是人性扼杀之后的直接表现 很多朋友说 对那我们怎么办 我只是跟大家一直阐述一个看法 保住善念 一定要保住善念 我跟你说 等道俗来的时候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人可以不相信神明 不相信神佛 但神佛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信与不信而不存在 神佛是慈悲的 但佛法同样是威严 他有责任保护善良的人 这是人们对神佛的真正心存善念的 一个朝一道法理 一道生命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相信朋友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 因为人人都得死 只病哪天轮上你就嘎盖了 嘎盖完了之后去哪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期节目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